歡迎光臨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李家超在行會之前見記者 主動提到坊間吹得好行 是否應該實施零加零 早前一眾高官出來暢淡零加零 現在零加三是一個最穩妥的措施 奇怪的地方就是王全局長不會出來說話 今天李家超主動回應 他說大概實施了兩個禮拜零加三 不少聲音要求放寬零加零 他說實施零加三之後入境人數增加了三成 那麼大把 但是輸入的個案增加了兩倍 所以現在零加三的做法是最穩打穩摘的做法 會繼續實施紅黃馬的措施 數字是怎樣呢 李家超就說現在每天確診的人數 就在3500到4500 周末就接近5000了 有機會從上5000 他說在實施零加三之前 每天的輸入個案只有百多宗 但是近期就增加到三百多宗 將近四百宗這麼厲害 但是入境人數就增加了三成就破了 誰知道上升輸入的個案增加了三倍 他說現在有一個新的出現的病毒株 就說會需要留意這個醫療體系 強調政府路線是清晰的 除非出現猜不到的情況 否則在可控的情況下 希望給民生和經濟活動有最大的空間 換句話來說 現在已經去到十月的十一日 即是說距離到十一月 或者距離到施政報告 只有很短的時間 看來呢 在施政報告之前 或者施政報告之後 說過零加零的機會都很用 記者當然抓住他不放了 新加坡現在 那個放寬比香港快很多 四月底的時候 就已經幾乎沒有了所有的防疫措施 香港會不會像新加坡一樣 我們有個很清楚的復償的時間表 路線圖 李家超的回應是什麼呢 他說 新加坡和香港兩地是沒有可比性的 防疫措施要靠各地實際的情況進行 港、新、醫療體系、制度、習慣和文化都不同 所以沒有得比 零加零落實時間表是否需要由中央拍板 有幾大程度上要考慮內地的情況 李家超就說 聯通內地和國際都是同樣重要 兩者沒有排斥和矛盾 只要疫症管得好 與內地商量通關的基礎就會好 第一 香港和新加坡沒有可比性 經常都說 Tale of Two City 雙城故事 沒有可比性 不過有競爭性 新加坡 和香港都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人口都相當囚密 新加坡人口相對比較少 比香港 但是囚密的程度也差不多 雖然新加坡平地比較多 所以人均有居住面積比香港多 但是大家都在一個面向外地的 外國的國際城市 也都在一個旅遊城市 在金融那裏在迎頭趕上香港 亦都是做展覽中心 做很多和香港一貫優勢業務有關的事情 沒有可比性 怎會沒有可比性 阿超哥 你唯一沒有可比性是甚麼 就是記者聞到要害的地方 究竟林嘉玲是否要等中央拍板 新加坡的中央就是新加坡自己 香港的中央就是中國大陸是北京 新加坡自己可以拍板 香港呢 就要等中央拍板 這個百分之一百肯定 所以今天還在這裏 進兩步、退一步、進三步、退兩步 就是這樣的原因 因為中國大陸我講過不止一次 它仍然動態清零的時候 香港怎能夠用躺平的乳病毒共存呢 是吧 這是清清楚楚的 問到要害的問題 更加要害的呢 我昨天說的是何柏良 今天說的是另一個柏柏 梁柏妍 梁柏妍就是大家知道 是特區政府以前的高官 醫官局的CEO 他就在Facebook那裏反駁李家超 反應很快 這兩個柏柏 他說確診的數據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分析臨床的情況 現在 本地及入境確診者大多數都是無症狀 和輕症無需入院治療的 他說現在出現新變種病毒 是 不過從這個病毒學和流行病學多年觀察 變種病毒的傳播率越高 毒性就會趨越弱 高疫苗的接種率和有效治療的藥物是不用擔心的 是真的 全世界的疫症大流行 如果是VIRUS的話 為何最後會最後完蛋呢 因為它不停地變種而令到傳播率提高 但傳播率提高 它的毒性減弱 變成一種好像感冒的風吐病 全世界的流行病 全球的大流行都是這樣做的 他說放寬入境檢疫 循序漸減是重要的 可以理解的 但是能不能夠放寬到凌加寧 本地入境個案 本地及入境個案的數字不重要 這些高官湧出來為凌加寧降溫 他說 他自己估計 本月裡面仍然會宣佈推行 因為政府最近提升核先檢測服務 將省區檢測的地方增加到80個 是為了凌加寧之後大量入境人士檢測做準備 他現在只是這麼猜 我不是這麼猜 我希望他對我錯 我經常說 香港恢復常態是重要的 雖然我不在香港 他期望先報告有好消息 他是這樣說 另一個也做過政府高官 張炳良做過這個房屋運輸局局長 他在《明報》那裡寫文章 他說 香港近年可能被新加坡超越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第一 新加坡抗疫的表現明顯比香港超前 香港 就給別人時事時事要等中央指示的感覺 畏首畏美彈球中央優惠 完全無助於展示一國兩制底下的 這個獨特性 然後他就說2019年 這個反送中運動 這個動亂和疫情 拉開了香港和新加坡之間的距離 本來新加坡很難追到香港 但是現在 因為2019年的動亂 或者是暴動騷亂等等 是誰造成的呢我想知道 張局長 張前局長 特區政府林鄭777倒行 逆施 進退失據 搞成這樣 是不是 不要賴人 好了 到疫症 疫症就不關香港市民事了 真是特區政府了 所有 香港和新加坡之間的距離 拉得這麼遠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 特區政府自己造成的 他說 新加坡的自疫的表現 本來是比不上香港 但是到今年明顯超前了 當香港仍然是怕被批評躺平時 西加坡已經輕周以過萬松山 抗疫復原做出了兩例的成績 只現在平衡風險的判斷力和領導力 香港就被人猶豫徘徊 要靠中央指示之感 樂觀者預期疫情過後 遊客盛事和生意 總有回來的一天 但政治因素令香港的自由開放和前景 受到前所未有的國際疑慮 張冰郎這一點看得很通 他以為 地日零加零 即是特區政府的官 那些人就會回來嗎 生意就會回來嗎 癡心妄想 癡心妄想 因為有些人走了就不回來 被人拿了就不會給你 更何況香港的變化 不是疫症之後的變化 疫症之前已經有很大的變化 疫症的中期 成了宇宙大法 香港的變化已經是無可逆轉 香港的變化最重點是甚麼 最重點就是張炳梁的批評 他說 香港從前的決策敢為天下先 現在就每次去等 新加坡、上海、深圳 做了才敢學、敢仿校 從前就是自信甚至自大 現在就是沒有了自信 自尊都失落了 他就問 如果時事都為首為美 像扎腳的小女人 但求中央優惠 或者為表現愛國而照搬內地那一套 這樣香港怎能展示 一國兩制底下的獨特性呢 他還以為有嗎 宇宙大化實行之後 即是你看張炳梁 他是一個政治學者 又做過官 又做過政黨 他看事情 我相信他應該比我看得更遠 亦都看到深層原因 香港之所以搞到今天這樣 其實真是中央政府造成 特區政府自己造成 為何會變成一個小腳女人呢 為何要謹小慎 謹言慎行 規行舉報呢 因為現在說了 要全面管治 全面管治的意思是甚麼 全面管治就是 所有無論是多細微的東西 都要以中央馬首示之 他不抖頭 香港怎能這樣做 所以我上一段影片說 俄羅斯這隻遊艇 派入香港 不是中央抖頭嗎 一定是 所有的東西 完全要跟中央看齊 說這個 佩洛西揣訪台灣 發表的聲明 幾乎都是cut and paste 中央說過的東西 你又說過的東西 揣訪 中央說揣訪 你又跟著揣訪 張美良看不到嗎 在國際關係上 對外關係 在香港的對外城市 你要時時跟足 一個封閉所角的 就是中央政府的 對外關係 你沒有辦法 不是排美親俄的 你香港排美親俄 排西方親俄 你就死症 你就成為俄羅斯的 國際金融中心 扮 上海經濟合作組織的 金融中心 扮 你就做這件事 這個小腳女人 那隻腳 是誰扎著的 是中央政府的政策 扎著的 全面管治之後 扎著的 不讓你有政制的開放之後 扎著的 再加上這個宇宙大法之後 扎得緊緊 張政府也樂意見香港是一個小腳女人 張政府也樂意見一個 看到香港是很像一些大戶人家的妾侍之類 就是 每次都要看著他老爺的臉色行事 他樂見 你聽教聽話 怎麼敢為天下先 香港 怎麼敢 哪個特首敢 人頭落地 是吧 為表 愛國而照搬內地的一套 這個是必然的 你看看那些 那些官員那些表態 立法會員那些表態 對於習大大的著作 看完之後 真是沒有管動 至於習大大在香港 七一發表說 只是香港發展的藍圖 以前 港英政府的年代 固然不需要 每次 出來表態 說要 為英女王馬首次之 為戴卓耀夫人馬首次之 不需要的 香港真的很獨特 用自己的方法去做 今天 每一句說話 都要言必有今常的內容 你看看 李家超一百天上任 說那番話 為我們 還要說 為我們香港的前景 鋪墊了一個很重要的發展藍圖 你不是每次要表面愛國嗎 說這些大話兇話 兔話 說來做什麼 香港千頭萬水 九萬樣東西都未搞定 你只是為了表這些政治態 為了自己的位置坐得穩 所以 張前局長 就是一個政治學者 你這篇文章 當然有你的道理 我覺得 你也是 行鐵不成狂 我自己覺得是 但問題就是 現在 誰造成這個局面呢 還有 有沒有辦法去改變 有沒有辦法去解決問題 最後的結論就是 留人財搶人財 不能夠只靠所謂移居 移業的優惠措施 因為新加坡能夠開出 給香港救好的條件 香港要競爭 不單要講好 講好香港故事 更要活出一個多姿多彩的香港故事 好 行不行呢 我真的不知道 又鼓勵那些人回到大灣區 我也不知道 香港回出一個多姿多彩的故事 留在香港的朋友 想想辦法 談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Pay John 繼續支持我心情有快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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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好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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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